说到法国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香水 也不是浪漫 而是投降 法国投降 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级的梗 国内管这个叫侮辱法国 简称如法 网上有很多如法段子 像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如法段子呢 这是因为法国在二战期间的表现实在太过魔幻 以至于成了笑话 不像我的观众老爷们都很讨人喜欢 男的个个都是吴彦祖 女的平均都有一百个追求者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如法梗 本期视频 我将为大家讲解 为什么法国在二战时期的表现成为了笑话 让更多人在如法这件事上和世界接轨 同时也方便以后 为大家传授更多奇怪的知识 万物皆有起源 法国人爱投降 起源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 也叫德法战争 当时的法国国王 拿破仑三世 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拿破仑的侄子 和德国的比斯麦交战 还要御驾亲征 身为高贵的法国人 注意 是高贵的法国人 一定不能放弃精致的生活 所谓不爱吃法餐的将军 绝对不是个好美食家 拿破仑三世带着宫廷里 最顶尖的法国厨师和军队 一起来到前线 进行了一场充满鹅肝 污牛和红酒味的战争 比较让我不满意的是 拿破仑三世他老人家 没有尝试过于全老师的大肠刺身 可惜可惜 对面的德国人虽然做饭 跟颜老爷催命似的 但打仗却很在寒 德军在一个叫色当的城镇 很快包围了法国的六万人 身陷成为了拿破仑三世 会有大将风范 他神吸一口气 大喊 法国万岁 然后都带着六万人投降了 就是这么铁血 就是这么硬气 拿破仑三世带头投降 开创了法国投降的先河 也为如今繁荣的儒法文化 打算了坚实的基础 让我们赞美投降领袖 拿破仑三世 时间辗转到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时候的法国 不光没有发挥投降的天性 而且还成了战胜国 当然主要是因为英国 美国 以及半岛上繁水的意大利比较给力 但德国就比较惨了 仅在欧洲 德国又丢失了大片的领地 面积缩水了13.5% 并且德国的所有海外殖民地 全都被瓜分 还要对协业国进行战争赔款 这惨烈程度 都能跟大清朝比了 所以一战之后 德国国内群情激愤 觉得整个欧洲都在伤害自己 借着这个群情激愤的大环境 河北省著名网红 奥地利18流画家 硬核理发店 代言人 底层奋斗逼 渣渣毁灭者 一个疯狂的演讲机器 斯大林永远的小伙伴 阿道夫 德国元首 希特勒出现了 希特勒开始到处演讲 到处拉人头 而他的演讲仅仅围绕着两点 第一 我很爱德国 虽然身为一个奥地利人 但希特勒总是在演讲中 告诉别人 自己最爱的其实是德国 不过这种旧式爱国演讲 已经过气了 现在流行新式爱国 比如像这样的 奥地利的葡萄酒 不好喝 奥地利的葡萄酒 加德国的香肠 好喝 如果元首采用我这个建议 保证可以大火 前提有很多德国人 发表评论 说奥地利人比德国人 更爱德国 这样元首就可以少奋斗几年 我简直是个天才 第二 就是犹太人很可恶 因为当时德国国内 反游思潮非常严重 希特勒就把包括一战战败 经济危机等一系列事盆子 全都扣在了犹太人头上 反正从古至今 犹太人就是职业背锅侠 而法国那边 因为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前 就开始恢复军力 希特勒上台后 更是肆无忌惮地 违反反尔赛条约 再加上帝国主义们 又都奉行绥靖政策 少不来就是甘愣眼 所以法国人为了自保 只能休息到军事防线来保护自己 这就是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是非常坚固的 军事防御攻势 其地面部分是装甲或钢筋混凝土 构成的机枪攻势和火炮攻势 攻势之间有专门的通道连接 攻势内的武器都是专门设计安装的 整个防线里永久攻势 大概有5800个 平均每公里就有15个公式 最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公式 其顶盖和墙壁厚度能达到3.5米 装甲塔普的装甲厚度能达到300毫米 完全可以抵抗两发 直接命中的420毫米 旧炮炮弹 说说这么多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马其诺防线就是铜墙铁壁 从正面根本不可能打穿 要是法国的经济状况 好得跟开了挂一样 只要把马其诺防线沿着德法边境 一路向西修到海边 就可以躲在公式里 看着德国人就说炸弹大炮 还要法棍的毒打了 但开挂毕竟是理想 现实中没人能开挂 不好意思印度老哥我错了 国内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法国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修住这么长的防线 更何况还碰上了 全球经济大萧条这种事情 除非法国人向川普川老师 学个骚操作 让比利时承担马其诺防线的费用 没有人比我更懂花钱 现实迫使法国人选用了一种折中方案 折中方案下 马其诺防线只需要向西修到卢森堡 虽然和比利时接两的广大地区没有防线 但马其诺防线全长390公里 已经足够长了 只要德军不是傻子 在马其诺防线上最多只能搞搞阳攻 而德军的主力也必然会绕到荷兰和比利时 比利时跟荷兰 是英国隔着德国的战略缓冲带 一旦被德军攻破 要么在岛上吃瓜看鞋的英国朗 就必须派兵干预 到时候盟军只需要在比利时 重复一战时的阵地角落战 法国老爷们就可以继续在家 是生鸽干和红酒和军队里的兵哥哥 进行多人运动 想到这番场景 我不禁告一声法国万岁 但这个计划是完全建立在一个前提下 继德国的主力部队无法穿越阿登森林 阿登森林是一片丘陵地区 极端不适合配备重型虎利的主力军团推进 如果强行通行 大致要10天 10天时间 足够法军从比利时返回支援了 但是大人 时代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催生了相当多的军事技术核心 其中一项就是坦克 自从英国人把这个大铁杆的发明出来之后 各国都开始加紧研制坦克 尤其是法国人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拥有炮塔的坦克 雷诺FT17 坦克的出现 让很多军事专家开始研究新的军事理论 最早是英国的军事理论家附论 后来又有其他很多人开始研究 其中比较出名的有 德国的古德里安和法国的戴高乐 德国人非常喜欢坦克军团的理论 古德里安就受到了希特勒的重用 但法国人似乎比较喜欢给自己增加难度 对于戴高乐的理论 法国刚才是拒绝的 如法如法都是自己作的 这个世界并不是正义必胜 因为坏人往往比好人更开明 1939年9月1日 逼了好久大招的德国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开始大剧进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由是空军配合地面装甲部队的威力 很快得到了证实 仅仅36天 波兰就在德国小胡子和半龙杀出来的 慈父斯大林的双重弹案下亡国了 36天灭国在当时是非常牛叉的一件事情 当然更牛叉的是 法国人压根不关心德国采用的行驶战术 高层的贵族老爷们 仍然在采用一战时期的思路来看待德军 打仗 靠的就是忽悠 忽悠 靠的就是信息不对称 就算法军不知道德国的行驶战法 波兰战役总该让法国老爷们的信息对称了一下了吧 不 并没有 搞得我现在都不知道 法国人就是真没看出来 还是在搞行为艺术 1940年5月10日 德军终于要对法国开刀了 德国看似果然都是死脑筋 因为一战时期德国就是这么打的 于是盟军火速支援比利时 而元首看到盟军主力支援比利时时 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感谢你们这群渣渣把我当傻子 紧接着 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直接穿越阿登山区 仅仅用两天时间就出现在法国境内 因为当天攻下了马斯科北岸的色当 一提到色当 我就忍不住想到了投降领袖拿破仑三世 古德里安似乎重启了埋层在色当的神秘咒语 法军随后的表现也越来越魔幻 法国第九集团军在马斯科进行防御 结果五天之后 第九集团军竟然排着队集体投降了 古德里安取得了马斯科战役的胜利 并且向北方的比利时方向挺进 对盟军前后包夹 俗话说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趴着不动 法国人很好的发扬了 投降领袖拿破仑三世的光荣传统 纷纷走上街道 排着队向古德里安的塔克部队投降 投降的人越来越多 严重影响到了德军的行军速度 我怀疑所谓的投降 其实是法国人的轨迹 因为再有几万人投降 德军就必须分出更多的人 来看管这些战俘 包夹盟军的计划 很有可能破产 卑鄙的法国人 没办法 德军只能拿了喇叭 朝法军大喊 我们没有时间俘虏你们 你们自行放下武器 别挡路 翻译过来就是滚 老子没空搭理你们 1940年5月 古德里安成功推进到比利时 而盟军迫于德军两面加息的压力 恍恍张当地跑到了海边 进行了敦卡尔克大撤退 到法国战役快结束的时候 古德里安竟然俘虏了25万法军 要说法国的管理水平就是高 没有发生什么踩踏和哄墙事件 不愧是欧洲第一路军 这还不够丢人 更丢人的是 号称不可攻破的马其诺防线 竟然被打下来了 马其诺防线随之成了一个笑话 有个梗叫 没有人能在法国投降前占领巴黎 我也不知道法国人 是不是提前知道了这个梗 他们在德军6月14号 占领巴黎后的4天 也就是6月18号才停止抵抗 6月22号才正式宣布投降 完美地避开了这个梗 当然号称欧洲第一强国的法国 举国投降已经够丢人了 划天下之大吉 这也是很多人嘲讽法国的根源 以上就是二战时期 法国为什么是笑话的解释 以及如法梗的来源了 总的来看 号称欧洲第一军事强国的法国 在德军的攻势下 仅仅用大概40天的时间 就举国向德国投降 丢人丢大发了 同样是抵抗德国 苏联人在巴福洛夫大楼 坚持了58天 相比之下 法国人着实缺少了点血性 当然不是所有法国人都没有血性 前面提到的戴高乐 就不愿意投降 建立了流亡政府 最后终于光复法国 很多法国人也加入了地下反抗组织 视频的末尾再提醒一下各位 如法只是玩梗 没有必要较真 好的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